暖超早衰的原因其实跟目前原因非常的不明确 遗传啊 免疫啊 还有他的工作的状况 就生活 就是他所怎么说呢 他的工作压力啊 生活的近况啊 这些有关系 像年轻女性 现在的年轻女性 她的生活的方式就很多人都喜欢叶猫子 喝大量的咖啡 还有就是说那个不太爱惜自己吧 这个时候其实对暖超功能都特别不好的 还有一点的就是跟暖超功能 影响暖超功能的还有一个就是 很多年轻女性会口服紧急病药 这是 还有就是说不太怎么说呢 做好避孕 吃药物流产 药物去流产 其实药物对暖超的伤害也是蛮大的 这就是说不太避孕 吃药物对暖超的伤害 吃药物对暖超的伤害也是蛮大的 吃药物对暖超的伤害 吃药物对暖超的伤害也是蛮大的